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立场新闻撰写涉案的煽动性刊物而被逮捕 林绍彤在被捕后辞职 立场新闻在下午4点左右宣布及时停止运作 包括网站及所有社交媒体立刻停止更新 并且将于日内移除 署任总编辑林绍彤已经请辞 立场新闻所有员工已经及时遣散 立场新闻最后公告重申 立场新闻前身为主场新闻 于2014年12月份成立 以不牟利原则营运 立足香港主场 立场编才方针独立自主 致力于守护民主 人权 自由 法治与公益 等等的香港核心价值 至2021年12月29号起停运 另外一个方面 港警国安处高级警司李贵华证实 拘捕7名立场新闻相关人士 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 并且隐居香港国安法冻结6100万港元资产 为香港国安警察历来冻结最大笔的资金 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回应立场事件时表示 被捕人士涉嫌利用新闻工作作为工具 达到政治目的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他们是破坏新闻自由的害群之马予以谴责 中共在公布新的人事调动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近日罕见的同时宣布 更换广州市委书记及广州市长引起关注 根据报道 起因是广州市内大批老榕树 被砍伐迁移 引起强烈不满 而被举报到党中央最高层 为此下查彻查令 中共中央宣布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克信 接替张硕福出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 广东省副省长郭永航接替温国辉 出任广州市代市长 由于像广州这样的副省及省会城市 以及一线城市 极少会在同一天更换市委书记和市长 这一个人事案立刻引起关注及揣测 但目前还不清楚 除了砍树之外 是否有其他原因 而根据新岛日报报道 除了广州市一二把守同一天被撤换之外 曾主管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的前广州副市长林道平 原本内定升任中共扬州市委书记 但也因为老榕树被大量砍伐 上任半年就被撤职 且很可能会被贬职 不过卸下广州市长职务的温国辉 新去处已经有了着落 广州省28号召开政协工作务须会议 消息显示 温国辉已经以广东省政协领导身份出席会议 温国辉现年58岁 广东街西人 有硕士研究生学历 他曾任广东省国资委主任 广东省善委市委书记 广东省副省长等职 2016年出任广州市市长 本月3号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 接受温国辉辞去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 任命郭永航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 近日中国人行召开的第四季货币政策会议 指出中国明年第一季与第二季前半段 会是货币政策宽松稳增长 较为事宜的窗口 体现出当前人行重点目标 还是以保经济稳定为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 人行近一个月的行动 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该目标 彭博报道 本月初中国人行调降存款准备金率 释出1.2万亿人民币 以维持现金供应充裕 支持国家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近日人民银行再透过七天其逆回购操作 已经向银行系统注入2000亿人民币现金 此举显示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短缺 不得不持续加码稳住年关前的经济 人行行长义刚昨天指出 中国经济在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的三重影响之下 短期面临下行压力 必须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前一天人行声明承诺 将纵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加大对明年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澳盛银行资深策略师刑赵鹏表示 当前这项庞大注资行动将会舒缓流动性压力 是协助金融机构平顺度过年关的必要措施 在中国年末的流动性通常较为吃紧 Northwest Market 中国经济学家鲁佩钦认为 净注资可能会持续一周 而人行本月展现的鸽派论调 现是北京对短期增长展望感到疑虑 将运用更广泛的快松工具提振经济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昨天也表示 商务部将千方百计地稳住消费回暖势头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不论是人行还是商务部都一再地重申稳的重要性 但王文涛也指出 节节上涨的原物料与劳动航运成本 使得中国明年外贸增长难以维持稳定 中国持续整治政法系统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 曾被中共中纪委批评 从未对党忠诚老实的江苏省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 今天经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对王立科提出公诉 除了贿赂罪名之外 他还被指控长期的包庇黑社会组织 以及未造身份证件等罪 2020年10月份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通报王立科主动的投案 今年9月份 官方在通报王立科遭双开的消息中 罕见地批评他 从未真正地树立信念理念 从未对党忠诚老实引发关注 检察机关指控王立科 利用担任辽宁省北镇满足 正式县公安局副局长 北宁市公安局政委 北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葫芦岛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辽宁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 副厅长 大连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江苏省省长助理 副省长 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厅长 江苏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 等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 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地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同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 以财物 情节特别严重 王立科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长期多次的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进行违法贩罪活动 情节严重 他要多次安排他人 违法伪造居民身份证件 情节严重 应当以社会罪 行贿罪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伪造身份证件罪 追究其行事责任 而王立科 只是近期遭整治的 政法系统人员之一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 陈一新 2020年7月份 在一场会议中强调 要对全国政法系统展开一次刮骨 疗毒式的自我革命 积着阳青市的延安整风 2020年就有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 以及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司法部前部长傅政华 和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 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 以及王立科等人落马 自英特尔宣布排除新疆制品之后 似乎又有美国企业对此表态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于23号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罚之后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 被指出在中国的门市 已经全面下架新疆产品 中国党媒《环球时报》 引述未具名的消息来源报道称 隶属沃尔玛的山姆会员店 已经停止销售新疆商品 另外也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表示 指控沃尔玛中国旗下的高端会员制商店 山姆会员店商店APP 以及其京东官方旗舰店 已经下架所有新疆商品 其母品牌沃尔玛超市 也被指下架了新疆商品 线上商城搜寻不到相关产品 在山姆会员商店官方微博 数以万计的中国网友留言质疑 而根据福建日报 河南卫视等等中国媒体报道 福建厦门等地陆续出现山姆会员的退卡潮 民众纷纷表示 不会再购买山姆的任何商品 表示中国可以没有山姆 可以没有沃尔玛 但不可以没有新疆 不过针对沃尔玛下架新疆商品的消息 沃尔玛客服表示 为找到新疆商品 可能是因为相应门店目前没有足够的库存 山姆会员商店官方客服也称 商品的上下架情况 需要根据库存的实际情况来安排 拒绝回应是否有其他原因 京东山姆会员店官方旗舰店客服则称 确实已经下架新疆商品 但表示是因为疫情原因下架 后续还会上架 华尔街日报则指出 有记者造访位于北京商务中心区的一家沃尔玛门店 发现货架上仍然是有来自于新疆的红枣 所以沃尔玛是否真的有抵制新疆商品 目前还是众说纷纭 谢谢支持我们